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奥特曼用剑打倒了怪兽 这时候怪兽要来反击 他把奥特曼扑到了地上 这只怪兽好厉害啊 突然出现了布鲁奥特曼 罗斯奥特曼也来了 还有欧布奥特曼的原始形态 三位奥特曼合力用光线击倒了怪兽 那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怪兽吗 接下来给我们带来怪兽水晶的是谁呢 原来是狄焦他们 那让我们用变身器来召唤这只怪兽 哦 哇 它給了怪獸致命的一擊 那你們知道這隻怪獸叫什麼名字嗎 接下來這位奧特曼給我們帶來的是一個奧特曼水晶 原來是銀河奧特曼 讓我們用變身器來交換這位奧特曼 銀河奧特曼說他還可以合體呢 哇 他們合體變成了銀河勝利奧特曼 兩位奧特曼又來對付怪獸了 可是怪獸好凶狠啦 把奧特曼擊倒了 兩位奧特曼又來反擊了 終於他們合體打倒了怪獸 那你們知道這隻怪獸叫什麼名字嗎 最後給我們帶來奧特曼水晶的是誰呢 原來是孟比游士奧特曼 讓我們來交換孟比游士奧特曼的戰友 這時候出現了一個黑色的身影 不好啦 這個黑色的身影是誰呢 原來是可惡的貝利亞 這時候西卡利奧特曼拿出了一個奧特膠囊 讓我們一起來召喚他 哇 奧特膠囊召喚出了捷刀特曼 他要來幫西卡利打倒貝利亞 可惡的貝利亞 看我的 他拿出了終極戰鬥儀 終於把貝利亞打倒了 貝利亞被封印在了羅布水晶裡面 那今天給大家帶來了 兩個奧特曼和兩隻怪獸的水晶玩具 你們最喜歡哪一個呢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